女子做美容手术后不幸神王,7月1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,她忽然接到朱林朋友的电话,说朱林出事了,让她赶紧来深圳。 7月1日晚上8点多,匆忙赶到深圳的朱先生,只见到了跟植物人一样毫无意识的朱林。 朱先生表示,她也是后来才知道,妹妹在深圳约了深圳美和医疗美容机构做美容手术,就介绍她到了这里来做手术。 据美和医疗美容机构相关负责人介绍,朱林在6月30日上午11时20分独自一人来院,进行了自体脂肪填充术,乳头肥大矫正术,上臂,腹乳,西枝术三个手术。 当天下午5点左右,手术结束,朱林选择了留院观察,还曾向护士说自己腿疼,7月1日早上8点多,就不太清醒了,医护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,同时拨打了120。 0,具体死因有待司法鉴定,该负责人表示,对于朱林的死因,根据临床经验来看,很可能是自体脂肪填充时,脂肪进入血管导致脑刷色,但具体原因还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,届时或是机构方面的责任,机构一定会承担,现阶段院方还在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沟通。 据悉,7月1日,卫健部门,脆逐派出所,便已进入此事展开调查。 经查,此事不涉及刑事,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称,这事的深圳美和医疗美容机构,即看诊的医生护士,均具备相关的资质,卫健部门一直密切联系辞者家属。 若家属需进行相应的医疗鉴定,将为其提供帮助,也将积极促进家属与设施美容机构协商沟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